19世纪40年代 在西方猎枪的尖船力炮下 中国被迫开放自己的门户 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西式建筑 随即出现在恍惚江畔 这时的上海人 心态是相当复杂的 对于中国的中上层阶级来说 他们对于西方这些文化刚进来 是一种好奇 非常好奇 因为跟中国传统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种文化背景 那么很多人是对外国房子很感兴趣 但是对于中国的中下层人来说 当时由于种种原因 包括中国政府的政策 也包括西方殖民者的一些政策 强调中国人跟西方人的分割 所以很多人是不允许接近外国房子 所以对很多中下层老百姓来说 他们看到西方式的房子 实际上是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民族的矛盾 一种很强烈的反感 正是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 开步之处的上海 只能使中国传统建筑 与西式建筑相互对峙的局面 传统的中国建筑并没有因为西方势力的入侵而改变 我们中国开始 就是受到外国的洋枪大炮打进来以后 反映到我们国家经济落后 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文化的彼此落后 同时因为中国也是狗老的帝国 多少年来留下的传统 那么有一种比较强烈的一种 自我表现我中国的 够有的文化的特征的内容 这是建于1857年的江海关 可以看出 其建筑式样是完全中国传统式的 而另一方面 西方人按照自己所习惯的方法 去建造他们的房屋 两种文化形态的相遇 不可避免的要发生相互间的影响 而在中国土壤上 西方建筑受到的影响 显然表现得更早 也更为普遍 那些外国建筑师 他们在中国时间长了以后 也开始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中国的一些文化的影响 有意识地在建筑里面试图探索一些中国的做法 跟西方做法 像结合的一些设计 西方建筑师的主动融合 是中西建筑有了最初的结合 虽然这种结合 也许只是表面上 圣约翰大学作为早期的教会学校 就实实在在地体现了这种建筑文化的最初融合 西方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人自己的建筑中反映出来 首先源于洋务运动为代表的 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 对西方文化的主动吸收 早期的江南制造局 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在总体构思和布局上 它是完全模仿西方式的近代工厂 而西门面却又十足体现了中国传统样貌 西方东建 其先进的科技文化 逐渐在一部分中国人中间产生了影响 他们十分羡慕西方式的生活方式 于是西方式的文化因素 便被移植到了他们的住宅中 在今天的浦东路加嘴地区 就有这样一桩建筑 陈桂春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乡村 那么当然他不希望他自己完全被洋化 因为他的社会地位是希望他保持着一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所以他的房子有三进院子 旁边有被弄 那么基本上是中国式 很有意思的是什么 他又是一个借过世面的人 他跟外国洋行做生意 他多多少少接触了很多外国文化 他有很多羡慕外国生活方式的地方 他希望在他的家里面能表现出这种西式 但是他又矛盾 又不愿意完全西化 更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西化 所以这个房子从正门进去之后 课堂街的那个大的格子门 两面相防的那种格子窗 都是中国式 当中还有水井 可是一从这个当中的课堂走到两侧 走牢里去 你就发现全变成西方式了 所以他是一种希望表面上仍然显示出一种传统的文化 但实际上他又想享受西方式的生活方式 是这么一个 由于上海近代建筑是产生与东西方两种意志文化相撞的过程中 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出一种中西合璧的现象 石库门也许就是这种现象最为典型的代表 上海的石库门建筑呢 其实它的从外观它的形式来说 它是脱胎于欧洲的两排建筑 但是它的内部布局 它那种比较注重私密性的东西有两个厢房 中间是一个课堂 前面是一个天井 这样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的三合院 或者像四合院的这样一种形式 比较的注重于主人的那种生活空间的私密性的这样一种布局吧 所以说呢 我们说它是一种中西合璧的这样一种风格的建筑 西方建筑 对于中国建筑产生重大影响是在二十年代末年 现代结构和现代建筑材料的普遍应用 是建立在传统建筑技术基础上的各种局限被彻底打破 上海的建筑开始趋于现代化 如果说对于西方的文化 由于各种各样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造成很多人态度不一样的话 那有的人对西方文化是倾向 有的人是对西方文化是抵触 但是对于技术基本上是一致的 大家都认为西方的技术比中国的技术要先进 所以大量的西方建筑技术 建筑技术被引进到中国 引进到上海 使得上海成为中国在建筑业里面走到最前面 技术的进步是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出现在上海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上海第一幢 超过十层的高层建筑杀讯大厦 在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里 我们翻看到了当年杀讯大厦的设计图置 现代建筑新技术在这幢大楼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早在1915年曾有人预言 上海的立志地基上最多只能建造六层楼房 然而从我馆所收藏的沙兴大厦设计图子来看 沙兴大厦已经超过十层楼 由于运用了新技术新材料 所以沙兴大厦的建筑是上海第一座 十层以上的高层建筑 也反映了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技术代表